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我是你的好朋友艾德蒙 今天我们来到一个特别的地方,打卡位置在安奈亥 我们的Michelle王是我们的销售经理,Lancy Homes 是,Lancy Homes 今天来这边来访问你们,因为你们听说最近很嚣张啊 Lancy Homes,开了好几个盘是什么情况,来解释一下 嚣张到没有啦,只是被评为2022年Builder of the Year 这还不想想,等一下,这个很有可能是你们自说自话 什么叫Builder of the Year,这是谁去评论的 这个是Builder Magazine,就是业内非常非常权威的一个 我们没有申请哦,是今年年初告诉我们 你们是全美唯一家被选为最佳的建商Builder of the Year 大家其实选新房也是这样的,肯定是要先选好是哪一架Builder 因为市面上Builder非常多,如果说很 confused,不知道该选谁 那不如听权威人士的选Builder of the Year 然后我们呢其实是在业内也是做了非常多的项目 从这个luxury,就是比较奢华的海边的别墅 然后一直到我们的entern level product 我们每一个行业基本上都是每一个产品都有收集 就是考虑到各个不同的这个用户群 是,所以说我们这个经验也是非常丰富的 这个anaheim这个城市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为什么Lenn Seahong会选址在这里呢 anaheim有太多可以讲了 首先地理位置上呢,它其实是 LA county和orange county这边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因为它是等于说两边中间的地方嘛 就有点像是我们这个中原的一个存在 四通八达 对,不管到哪里都非常方便 而且本身anaheim也是orange county 占地第二大的一个city 而且它人口呢是其实是orange county第一 超过30多万的人口 所以整个city是非常大的嘛 然后这边人口也是非常多的 这么多entertainment会不会有点乱啊 这个交通会不会不方便 那包括生活这边的这个配套是不是比较不周全 这个其实就说到我们的小环境了 我们的小位置 那我们楼盘所在的位置呢 是在anaheim稍微靠西一点的位置 那既享受了anaheim它本身的这些entertainment的呀 然后还有这些shopping啊 还有这些very good restaurants 然后呢我们还有像旁边Bullum Park 这边有很多比较fun比较有意思 比较非常棒的地方 那我们同时也是享受了周边城市的一些这个优势 旁边好像马上要有一个很重点的development是吗 对,是city非常重要的一个 非常大型的一个development plan 叫thirty night comments 这个大家可以其实可以在网站上查得到 将来这边会一个商区 就整个这边是建一个商圈了 对,是有这个大的这个grocery store啊 还有一些这个小的retail store 而且就是在步行范围之内 所以说其实 适合我这种微胖人士很好很好 那你说的这个什么智能的home是怎么样的一个智能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其实我们是智能系统这方面呢 我们是送很多智能家居 包括比如说像门锁 可以就是用指纹啊或者是用密码这样 所以这样就很方便嘛 包括像车库 车库control可以在手机上面有智能系统 可以通过手机去开 然后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温度这个调节器 我们现在房子都是有送这个 Apple Home Mini 所以这样其实就是整个智能家居系统 将来您可以如果是想根据个人的需要 往里面加更多的东西 其实这个就等于说 就是像一个大脑一样 就帮你把这个都已经做好 是不错 是非常不错 还有一个比较有特点 就是很多看法商他不会去做的 就是说我们有一个RAMI Halo 只是空气进化系统 这个是就已经built in 到我们这个空调里面 这个在COVID的这个时间很重要 非常重要 而且就算不是在COVID期间 像南加州这边很多大人都会有过敏 这个就可以过滤到99%的 每年的春天我过敏到一个飞机 这个不用说 是吧就很痛苦 我刚注意到 我在这边的时候眼睛有点快张不开 你们这边是不是有点亮啊 什么回事 是吧非常亮 我们尽量是做了很多的这个多彩光 所以大家就其实一看 就是包括Town Home也好 或者这个房间数量也好 不管是稍微小点 它其实是我们尽量是能多开窗 多开窗 就是多开的这个玻璃的面积做大一点 这样就是让更多的自然光进来 包括其实白天在家里不用开灯 它其实是整个这个室内的这个采光度是非常不错的 对对 而且我刚刚到你们这个房子里面有一点错觉 觉得自己变矮了 后来发现不是原来你们的ceiling比较高 你不是一个人 真的吗 对 其实我们这个是我们一层二层三层 我们每一层楼都是九尺高的天花板 哦那不错 因为很多其实像豪宅 因为看很多其他的豪宅 包括旧房子 它可能二层三层都会是八尺多一点 就整个空间感觉感觉很压抑 但是我们这个完全不是 我们Town Home也是九尺高 每一层都是 就是这个价钱上面是平价 可是有贵族的享受 是可以这样讲的 是绝对是 太好了 太好了 好 那今天我们跟Nancy Home的Michelle王聊了以后 对我们的心凡是不是有更新一步的了解呢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 记得要来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哦 那大家要记得点赞 关注 还有订阅好不好 那未来的话 我们会收到更多的信息 爱你们 小新店哦 马上开饭 主乎推介 就他们的这个招牌面 哇 看起来确实很有驾驶 这些Anaham Packing House 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